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解析的内容 节目的内容是 中国国经济要保五 未来的财政刺激力道能否克服消费疲软 房市泡昧和地方债危机等痛点还未可知 他们特别指出 拉抬消费的难度尤其大 除降准降息的成效不张外 未来官方通过消费券或减税来拉抬消费的意愿也恐不高 李强 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5%分析 财政刺激力道偏弱 达标挑战大 旅游黄丽玲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日星期二 在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开幕式上指出 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将定在5%左右 这凸显中国经济已迈入较慢速的五时代 分析人士说 中国经济要保五 未来的财政刺激力道能否克服消费疲软 房市泡妹和地方债危机等痛点还未可知 他们特别指出 拉抬消费的难度尤其大 除降准降息的成效不张外 未来官方通过消费券或减税来拉抬消费的意愿也恐不高 中国人大3月5日上午开幕 李强发表了其任内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汇报中 除了回顾过去一年的施政外 他也罗列未来愿景 包括今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 李强说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3%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他坦言 今年要达标非易事 需政策发力和各方协力等 经济迈入慢速五时代 财政刺激仅万亿 李强总结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为 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 国际循环存在干扰 包括全球增长动能不足 地区热点问题频发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 对内则为复苏基础不稳 需求不足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社会预期偏弱 风险隐患仍多 尤其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另外 地方财力也吃紧 科技创新力不强 重点领域改革也有硬骨头要砍 且政府施政存在不足 形势主义 官僚主义现象突出 让改革举措落实不到位 对此 李强指出 中央今年将适度加大财政政策 其中 赤字率拟按3%安排 规模达4.06万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增加1800亿元人民币 而一般公共支出规模也将达28.5万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增加1.1万亿元人民币 另将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 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 对于去年的经济表现 李强以回升向好总结 包括GDP增长5.2% 达126万亿元人民币 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 城镇失业率平均达5.2% CPI上涨0.2%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在出口方面 电动汽车 锂电池 光辅产品 新三样的出口增长近30%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 但摊开中国去年的实质经济表现来看 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和投资双双表现不佳 其中 出口仅微幅年增0.6% 而投资虽年增3% 却比前年回落2.1个百分点 为消费缓慢复苏 年增7.02% 成为主力引擎 只不过CPI连续下跌 代表通缩压力加大 民众恐因预期价格走跌 而消费却步 能否保5% 国际预测多悲观 对于中国今年GDP能否保5% 境内外经济学者的看法两极 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告诉美国之音 国际经济预测圈普遍没有人看好 例如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IM皆将中国今年的GDP分别下调至4.5%和4.6% 他说 以公共预算支出新增1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言 中国刺激经济的力道仍显不足 尤其相较于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 中国总投入的规模是4倍 即4万亿元人民币 邱达生说 现在中国遇到的一个问题 他的整个中央加地方债战GDP的比重已经超过300%了 是远远的高于美国 所以说 他现在当然是没有那种财政条件来付诸刺激 他说 经济放缓后 中国今年很难将城镇失业率压在5.5%以下 至于难度 更大的是消费 官方想把CPI从去年陷入通缩的0.2% 一举拉抬到3% 不能光靠喊话 既操作货币政策后 如银行降准 释出上万亿人民币的资金 又将5年期贷款利率下坎0.25个百分点 以减轻民企借贷和房贷户的负担 至今成效仍不张 外界已有呼声 判中国透过发放消费券或减税来拉抬民间消费 但邱达生说 这可能性很低 邱达生说 包括发消费券 减税 这些措施都是资本主义思想 违反共产主义的信念 所以不太可能 他们中共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习近平一直在在强调节约 他还把国安放在经济前面 所以说 很多的矛盾点导致一些刺激措施 没有办法顺利地落实 收缩性政策不再出台 有潜力保5% 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系教授朱天 则对中国的经济前景看法较为乐观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如果政策到位了 今年中国GDP增长5% 完全有潜力 朱天说 近年中国经济下行最多的是投资 背后关键是政府去产能 去杠杆化的政策所致 例如对房企抽贷 引发房市 乃至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危机 如果未来出台政策 改善房企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并松绑对如互联网等民企的调控政策 就能有效拉抬中国的经济和信心赤字 他说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不可能只靠消费拉动 必须出口 投资和消费三管齐下 尤其公 私部门的投资若增温 民间消费自然也就会跟着看涨 至于消费券 朱天说 目前官方并无讨论迹象 因此 发放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 消费券对刺激短期消费却有成效 朱天说 我们中国从2022年4月份消费者信心下来 再也没上去过 已经快两年了 消费券我觉得可以 如果愿意做 会有些效果 但是这个还不是解决根本问题 他说 中国需尽快重建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对未来国家发展的信心 除宽松的宏观政策外 产业调控政策也要减少随意性 朱天说 所有那些收缩性的 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也不要再出台了 根本的还是政策的稳定性 要让人家看到 中国经济只会更加市场化 而不是说更加的国家的干预 也只会更加的开放 而不是更加的保护主义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相信 这个信心慢慢就会起来 中国房市仍存泡昧破裂危机 对于中国房市危机的解决 李强在政府报告中琢磨不多 仅强调将因城市策优化房地产调控 推动降低房贷成本 积极推进保交罗工作 或对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和理融资需求 要一视同仁给予支持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对于保交楼的政策目标 位于香港的日本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陆挺去年底曾呼吁 官方兜底 补齐2.7万亿人民币的资金缺口 来协助近2000万套的烂尾楼尽快完工 以免引发社会动荡 不过 中国金融圈的反对声浪不小 就连官方于2月初出台的 房企白名单融资政策 也受到部分人士的批评 上海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学者 告诉美国之音 白名单的做法不符正常的商业模式 也不尊重市场 银行应自行依照其风险评估放贷 若政府强制银行向白名单房企放贷 届时出现坏账 责任归属如何界定 他表示 白名单应是行业退出措施 而非保护措施 因为白名单更适合操作的场景 是在房地产过热时 作为银行提前退出房市的手段 以及银行只融资给白名单客户 让其余房地产客户顺势全面退出 另外 他说 就功能而言 白名单也不适用于楼市低谷期的保护措施 因为白名单若只是保护具定房企 而非保全房企业的整体健康 进入白名单的标准 该如何制定 又如何避免白名单里出现权力寻租 他说 他相信 许多商业银行早有自己的白名单 白名单内的房企融资 不要一刀切断供 而白名单外的房企 就应让他们全面退出市场 这篇文章的主要要点 是关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2024年全国人大开幕式上 公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目标为5% 这显出中国已进入较慢速的发展时期 五时代 文章同时对于今年 中国能否实现5%的增长目标 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包含了对于中国未来财政刺激力道的分析 讨论了要达到增长目标面临的诸多挑战 包括消费疲软 房市泡沫 地方债危机等 以及潜在的增长驱动力在哪里 其中有专家预测 拉抬消费的困难尤其大 预计中国政府 可能不会过度以重消费券或减税等方式 提振消费力 深究本文的核心议题 准确地说 是如何解读和评估 中国在面临多重挑战的情况下 实现5%的经济增长目标 据明记 经济增长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包含了产出增长 就业增长 收入增长等多个层面 然而 在当下的中国背景下 多重压力及国内需求不足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社会预期偏弱 以及地方债危机等 这些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挑战 甚至引发经济衰退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探寻中国如何稳健增长其经济 解决国内外多方面的问题 非常有现实意义 观众可能会问 我还应该了解哪些相关的背景知识 才能更好理解这篇文章呢 首先 需要对中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 有一定的了解 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的放缓 与其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 和全球贸易环境变化有关 其次 需要理解中国的经济政策 包括财政刺激政策 货币政策 房地产政策等 再者 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认识 比如GDP 城镇新增就业等 也是理解文章中分析和预测的基础 最后 掌握中西经济学思维的差异 也可以帮助理解文章中所提及的一些观点和策略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篇文章呢 在我看来 这篇文章已深入 细致的方式探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 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策略 但是 文章也同样投射出 今天的世界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 尤其在面临全球贸易紧张 新冠疫情等复杂因素影响下 文章展示了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如何适应这些变化 其决策不仅影响本国国民 也将影响全球的经济走势 而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触发许多的争议和讨论 比如 是否应继续用财政刺激来推动经济增长 还是需要从结构性改革等其他路径寻找增长 这都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也是你们的朋友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 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和挑战 李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人大开幕式上宣布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了5%左右 这显示出中国经济进入了较慢速的五时代 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 中国面临着消费疲软 防湿泡沫 地方债危机等多重挑战 特别是要拉抬消费的难度尤其大 降准降息等政策的效果有限 官方通过消费券或减税来提振消费的意愿也不高 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包括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 国际循环存在干扰 中国政府需要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 今年赤字率已按3%安排 规模达到4.06万亿元人民币 此外 一般公共支出规模也将增加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也将增加 这些措施将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对于中国经济能否保持5%的增长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中国的财政刺激力度不够 面临很多困难 有人则比较乐观 认为只要政策到位 中国完全有潜力实现5%的增长 不过 无论如何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 解决这些挑战需要政府和各方的共同努力 在深入分析这些挑战和解决方案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依靠消费拉动 还需要出口和投资等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只有各方面的投资都增温了 民间消费才能跟进 因此 中国需要尽快重建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同时减少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收缩性政策 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和思考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欢迎大家留言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分享观点 一起探讨 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Build the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收集中的试炎 好了 的意思文 下香 领